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罗志祥多人运动的壮烈设计大家都知道了 罗志祥爆发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这一波更是扎得彻头彻尾 虽然多人运动这种极耗费精力的操作让人狠悔三观 不过想开点,这也就桂圈的常规操作 渣男的附加技能吧 反正只要以后这一位诸性的男艺人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视线内 我就啥也不关心了 总之姐妹们呀,渣男骂嘛你是骂不完的 实在是真的也骂累了 干嘛要把聚光灯对准罗志祥的渣呀 也了解一下我们周扬青姐姐的聪慧过人呢 毕竟周姐的这波声明啊 简直就是标准的分手高阶范文 妥妥的文准很 酷毙了好吗 咱们先从分手声明的发布日期开始盘 博文呢,开头就提到 俩人其实分手有一段时间了 但一直都没有说 这么大的瓜都能够守口如瓶 要是我早就憋不住了 某些疫情期间买热搜的艺人看见没 这才叫做真正的不占用公共资源 还有发布时间也贴心的安排在了早上九点整 简直就是一见三雕呀 给这九年的恋情一个具有仪式感的交代 给我这种犹豫不决的小编 充分的时间写稿子 给清晨走进办公室不知道该如何打开话题的同事们 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另外姑娘还刻意的避开了服装店的上心 毕竟你永远不知道网友会找什么刁钻的角度去递死你 你不想得周到啊 键盘侠就让你击飞狗跳 再说声明的内容 这篇博文里面起码反映了周扬青五个非常值得表扬的点 第一 对伴侣保持充分 淡度盲目的信任 九年了 他从来没有翻过罗志祥的手机 直到因为某些原因 我想一定是明显的抓到可疑的证据了 小姐姐才翻看了他的手机 如他所言 也幸好是看了 第三 重点突出 精准打击 博文里提到 你和你兄弟们对于那些被你们叫出来玩的女生 是如此的不尊重 更过分的是 你们还会经常举行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多人运动 兄弟们 话重点 在他这圈子里啊 像他这么扎的不止他一个 其实呢 只要大家想去扒 也很容易扒出来 这些人是谁 但周扬青还是没有完全不留面子 复仇式的把所有人名字都说出来的 私逼就要精准举机 其他的就交给网友发挥吧 第三 保持理智 但是也不圣母 电视剧看多了 总觉得原泰对小三都是一种狐狸精必死的态度 常规手法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轻身抑郁一整套 抓马一点的还会高喊 攻引我老公 小三好垃圾啊 虽然说愤怒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这么做也确实是不大体面的 but我们周扬青小姐姐呢 不仅不搞这一套 反而还顺手的心疼了一波被骗感情的女孩子们 她替那些自以为是唯一的女孩而感到愤愤不平 重要的是心疼之余啊 她也并不是圣母 把和化妆师旗下一人不清不楚的关系也点破了 毕竟亲近的人还背着自己搞这套 谁也忍不了不是 第四 文笔流畅 清晰直接 一锤定音 很多人觉得好文笔就是形容堆砌成语一大堆 这是错误的 详见李小鹿 完全就是自我感动的负面例子嘛 真正好的文笔啊 其实就是俩事 清晰舒服 节奏合适 周扬青啊 很明显做到了 看完这篇博文 我清晰的感觉到了 罗志祥好渣哦 舒服的get到了 周扬青好棒哦 从不给看手机 到几次劈腿 从约炮成瘾 到多人运动 周姐层层递进的 让我们感知到了罗志祥行为之恶劣 娓娓道来 节奏清晰 连是剧什么的 不是我们周姐的目的 一锤定音 完事 第五 不是泼脏水 但是也不包庇 不否认美好的过往 又很长的段落回忆 并且感谢罗志祥对自己的好 但也不包庇 那么好 又怎么样 你还是做错了事情 你就是本性渣男 不后悔爱过你 但也别以为我因此而伤心欲绝 我只想立场坚定的让你知道 你真的不值得 这般脆爽 也爱了 声明末尾啊 周扬青还提到了一个概念 叫做优秀前女友 他说 如果我们是因为性格不合 或者是你爱上了别人 分了手 我一定会做一个 大家口中优秀的前女友 分手了 什么都不说 洒脱的讲一句 我们还是好朋友 但抱歉 这次的情况太特殊了 老实说 周扬青真不必说这句抱歉的 因为比起那些默默隐忍 大度慷慨的前女友 她才是真优秀 以前呢 我以为她是无脑的网红 结果没有想到 她如此的亲信 爱恨分明 简直就是新时代的女性楷模呀 试着这篇博文 我顺手又扒了下这位姐 结果不扒不知道 一扒呀 我是彻底的爱上周扬青了 坦当 被人说 怎么以前那么丑 她说 现在好看就行了呀 是啊 我就是整容了 鼻子还很贵 做完很好看 so 有什么问题吗 帅真 营销号说她不喜欢罗志祥的粉丝 可能是怕粉丝真的相信 所以呢 她直接下场 不会因为对方是营销号而端着 你黑我 我怼就完事了 孝顺 亲自下厨 做菜给罗志祥的妈妈吃 曾经的准婆媳 关系处理的不要太赞哦 会来事 孙宏雷微博呀 动不动就爱可周扬青 很明显 她和罗志祥的朋友们 关系处理的也很好 有毅力 前些年周扬青 其实是蛮烫的 但现在呀 直接就成为了个瘦子 这得下多大的决心呀 每天要让这要减肥的女孩 心里应该清楚的哦 大方 公益不缺席 疫情捐了十万元 PS 没捐也不要网价 但捐了咱一定要夸的 洒脱 我翻到了周扬青 2月4号的一条微博 这时候她已经分手了 微博里 她说她这个人啊 越不顺遂 越会想办法让自己开心 不沉迷于过往 倔强又阳光 试问 这种女孩谁不爱呀 医气 闺蜜上午想说 找一双限量的巢鞋 她下午就送了 另外 她还很有钱 微博里可以看出 她姥姥家住在西丹的四合院 西丹的四合院啊各位 而且还是老佛爷那片的 这啥概念呀 那地儿随便一个破小区 房价都要十万一平了 好一点的十三到十五万一平的也有 如果是四合院的话 她姥姥那个房子啊 少说价值几个亿呢 这还是平常人买不到的 而且这房子还是富士的精装修 价值真的不可估量 这就是一顶级的根正苗红的白富美啊 还是个情商高 很自立 三观正 没有讨人厌的公主病的白富美 数不尽的优点 谁看了不说一句 周扬青 牛逼 也就是罗志祥这不争气的猪东西 老子真的是好想要浑窗到他身边 暴揍他一顿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纵观情场私逼时 阿沁 李雨桐 周扬青 撕的优秀的啊 都是有自己的事业的 这可不是碰巧 全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一 来自于既然姐有钱 姐就敢撕 反正呢 我不靠你养我 分手后除了世界少了个你 对我来说什么都没影响 我依然有吃有喝有朋友 有未来 我赖着你渣男干嘛 二来自于 姐事业成功 就证明姐不仅是敢撕 而且会撕的漂亮 周扬青啊 不仅是家里边有钱 自己事业呢 也很成功 从12年开始 她开过了至少四家网店 而且销量都很不错 还将品牌扩展到日本了 开了几家奢侈品的买手店 波福娃曾经说过 女性正是通过工作 跨越了和男性隔开的大部分距离 经济事业上的独立 让女性受到了更多的历练 锻炼了我们的情商 公关思维等等各种的能力 所以啊 以后如果还有人说 女性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如男性的话 那么咱们就自信点告诉他们 那是以前你们男的 总把我们女性禁锢在家里 如今 女性在市场上占据了 越来越多的岗位和话语权 姐姐们想碾压你 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对方如果实在不服气 咱们转头 就把周扬青这一次和罗志祥的微博甩出来 一个是一锤定音 调理清晰三分钟搞定 一个是白口目便 吓得屁股尿流的 连夜发文 当下立线呢 所以说女孩们 别关注什么罗志祥多扎 男友不给看手机多不正常了 分手呢 真是件小事 成为一个像周扬青这样的独立女性 学习优秀的姑娘们 是怎么生活 怎么对待分手的 才是人生里的头等大事啊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